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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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跟一位台湾女子张评仪女士 也一起去协助过麻风病人的这个小孩 因为在大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黑户 是没有身份的 没有人道的对待他们 集中将他们强制拘禁在这个山区 那么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那么同样的我们回归到台湾热身疗养院的问题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来更关心这件事情 那么这些的院友他们都已经年纪非常大了 但是这些的文化资产的保存 的确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关心 今天热身疗养院是代表我们一个人道的一个关怀 那我们应该以更为人道的态度 来关心我们的院友们的未来 也更关心这项大家曾经奉献过 以人道精神来保存的这块医疗设施 请大家在还有余力的时候 共同来关心热身疗养院的保存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宗宣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